終於都放假 可以玩我收藏耳朵的食碗 蛤? 你玩食碗? 幹嘛不要我? 啊! Hello,大家好,我是Sundee,我是Creamy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以前是玩開的食碗 足足是三年前的影片 但是為什麼自從你認識我之後 你不再玩食碗? 因為食碗都很難吃 不要緊,因為我今天找了 Humson食碗界最好吃的食碗 快餐店食碗 蛤? 平時的食碗,例如壽司食碗最出名 很甜的 但是這個是還原了漢堡包薯條的味道 真的嗎? 不是糖 有沒有可能? 真的嗎? 今天就試一試吧 但是我們怎麼會這麼簡單 就這樣開一盒食碗就拍一條影片 今天我們有些厲害的東西要做 我買了很多盒回來 今天我們會做這個食碗的巨大巴 嘩! 如果你都喜歡看另外的巨大巴 那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還差很少 就得到50萬訂閱 還有呢 記得要訂閱為Creamy的頻道 還有記得要看Creamy的新片 你好 我覺得你很有性格 還有記得要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做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馬上開始做這個食碗的巨大巴 好快 GO 這個味道真的跟原本的漢堡包一樣嗎? 嗯 薯條是薯條味 漢堡包是漢堡包味 茄汁是茄汁味 對呀 這裡寫著 味 原本的味道 所以它是堪稱最好吃的枝肉果子 這盒東西裡面有兩個漢堡包 一個薯條和一罐可樂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枝肉果子 真的嗎? 我想做很久了 裡面應該有很多不同的包裝 很多不同的粉 我們現在就一次過打開它 把粉分類先 嗯 好 開剪 好了 我們拆好之後 發現裡面還有一個包裝 這個包裝 外面就是它的焦紙 可樂的焦紙 教你如何摺杯 做些薯條的袋子 餐盤 我們現在馬上再拆 裡面有什麼 打開之後就發現有很多包粉 這個杯很小 應該喝可樂的 這個不是用來點茄汁的嗎? 是一個杯來的 超小 巨大化可能巨大化了一個原本的可樂 是啊 那它一盒的東西裡面就分了幾樣東西 首先有薯條粉 漢堡粉 可樂粉 麵包粉 茄汁粉 還有一個芝士粉 所以我們就把它們全部分類 方便我們之後做我們的巨大化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分類好我們這麼多包的配料 就馬上來做我們的巨大果子 應該怎麼做呢? 欸?做之前不如做一個原版的給觀眾看吧 蛤? 把這個碗拆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薯條放到薯條上 嘩 嘩 美人做果子 接著就加兩斤這個水 這麼大一瓶水大放到這麼小 這個碗裡 哈哈 我厲害嗎? 厲害 兩斤 好神奇啊 真是魚仔的味道 現在攪拌了 那要不要攪拌它 是 那現在攪拌了我們先放在這邊 接著呢 接著我們就連同其他東西 拿在鼻膜裡一次過把它叮進去 接著現在就做包皮 放在最大的那個碗裡 那這個包呢 好 接著我們就做一個漢堡扒 所以用來做巨大飯就很麻煩 沒有啊 只是隨便的 很香的鹹 聞起來是胡椒粉的味道 真的是黑椒漢堡扒的味道 是啊 那我們現在就做了這個薯條 還有兩個麵包皮 再加上一個肉 那接著我們就拿去叮了 叮40秒 嘩 包脹了 薯條 不是說叮40秒嗎 嘩嘩嘩 可能叮30秒 不過幸好我們在做巨大法之前知道了 超脆 親身示範了 薯條不能叮太久 我想說那個肉 是超像一塊肉 有洋蔥味 很恐怖 它應該是要切開一塊塊的 不要切爛 可樂粉好像石灰一樣 夠 嘩有氣 嘩有氣 嘩 不要扭出來 不要扭出來 芝士是不是叮的 這盒東西只有薯條和麵包要叮的 拖在這塊東西裡拖勻它 飯有教你怎麼做 好那芝士就放上去了 就是這樣了 這裡變了災難現場 越來越嫩 最後茄汁 茄汁也要自己沖 其實我們家裡有很多字 好 夠了 這個包寡菜也沒有夠 好啦 那我們已經做好了 這個原本的滋肉果子 哇 原來超小的 現在我們就做我們這個巨大版的滋肉果子 究竟會怎樣呢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了三個碗 來模仿它這個碗裡面的三個東西 可以用來做包皮和肉 我們就把所有的粉倒進碗裡 拿去叮 然後叮完之後就拿出來 做完 就是這樣了 嗯 而下水的部分呢 我們是把那個蓋子 十九成二 就是三十八 那我就做肉 你做包皮 把粉全部倒進去 靠你了 好啊 那個狀態呢 和你剛才做小版本是一樣的 這個好像稀一點 其實放進去 真的嗎 因為怕它們大小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投進去 那我們一分鐘一分鐘就算了吧 嗯 好 來了 不知道成不成功 一分鐘 希望你不要焦 我們只有這個包 開始 沒有分別 好像蛋糕一樣 太薄了 本來它們發脹得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到這裡就很薄了 等一下我做一個Pancake放在底 好啊 顏色不一樣 你怎麼做呢 麵粉 然後加蛋 是不是真的 對 讓我試一下調配一下 嘩 這是什麼 我做了一個怪物出來 不行 經過我們一番努力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底 是這樣的 臉是哀哀哀哀的 不要這樣說 多像 可以的了 我做了什麼出來 我現在要幫我加 嘩 不行啦 忘記了 落色素天變黃色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不如真的是不是買過 好大個 多像啊 很黃 你怎麼這麼黃啊 算吧 不如我們還是放棄 我們還是買那個 對的 可以做雙層芝士 我怕芝士比它更黃 我給你買多20盒 好 第二天 幾經辛苦 我終於都在不同的地方 手刮了十幾盒 這個漢堡包回來 重做我們的包底 這幾盒呢 還要是我們吃炒價炒回來的 接下來我們就馬上要拆盒 分類 像之前這樣 來啦 開始啦 好現在我們就做多一塊包皮 還有做多一塊肉 快驚 啟動 好 粉就倒了 現在我們就倒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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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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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弄得它更好看 現在就是你弄薯條,我弄芝士 對 因為薯條丁,我有點陰影,想知道丁到壞了 想不到它這麼辛苦 它弄巨大的花式 我想像中是很簡單 可能真的因為要用微波爐 變數就大了很多 一丁就成形,你改不了 我已經弄了一個超巨大的芝士 你看這塊芝士多大 這個很噁心,你看我弄得多漂亮 這樣應該夠大了吧 現在我們就把芝士放上去 嘩,好似 好,然後我們放一個漢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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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漢堡包 你真的像漢堡包 最後你就可以用這個砧板做薯條 我也想試一下搓兩條 好啦,你剛才的芝士,你用手拿過 我都有點硬 可能就是因為我碰過,所以失敗了 想不到這個作咒來到2021年 都還沒解除 徒手店那些食物都要失敗 真的想拿一下 拿一下 不行 拿一下 之前小的薯條失敗了 所以我先拿出來 做我們這個小的薯條 先做我們這個小的薯條 好像真的叮了20秒好一點 30秒,這裡有點焦焦焦的 粉纖像薯條 那我們現在先切這個小的 其實質感好像薯條 讓我先裝好它們 嘩,好似啊 雖然麥理化薯條是叮了之後再切 但是這次巨大化,我有點擔心 萬一它太硬 或者怎樣 就算是叮焦,我們也有條一條 所以我們會切了之後再叮 對 快點下去切 好了,嘩,叮了好久了 終於都成功叮好了薯條 好,薯條終於叮好了 現在就不會鬆散 而且表面已經乾身了 好似的 好似的 真的巨大化 那我們現在就做好薯條和漢堡包 最後兩步就是 可樂和茄汁 我們就終於完成了 我做可樂,你做茄汁吧 好啊 嘩,這麼少水色 有這麼多泡泡 整杯都是泡 夠了 可樂和漢堡 不是全黑色 好,那現在茄汁就放進包裡 來吧 好了,那我們終於完成了巨大化包 終於都 終於完成了 經歷了幾天的時間 真的很想哭 那現在立刻來 登登吧 好啊 好了,那我們終於完成了 我們這個巨大化的漢堡包 食玩了 現在就來到這個試食的時間了 點茄汁吃薯條 嘩 嘩 這麼大調整出來好像在泥膠 好像多了木薯粉的感覺 嗯 就是煙韌偏香 嗯 好了,吃完薯條 當然要喝一口可樂 你喝一下 我覺得像沙士多於可樂 對 不像可樂 所以這個食玩是教了我們一件事 小吃多滋味 所以吃這麼多就好了 是啊 我想太大舊吃真的不好吃 好,我們嘗嘗這個包 嘩,你整個口咬下去了 你抓緊一點 你整個撕了肉出來 噢 不行啊,口不夠大 我的口夠大 煮出來的時候聞到味道很香 好像很好吃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它真的好像泥膠 好讚 我覺得他們雖然是真的還原了 快餐店的味道 但是其實全部都偏甜 而且要熱吃 一冷了 它開始變成一塊膠 那如果各位觀眾 你買了這個 漢堡包食玩 在家裡做完 都可以在Post on Story 讓我們看看你的完成品 究竟有沒有我們這麼厲害 今天我們做了一個食玩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食玩系列 就告訴我們 我們就做多一些不同的食玩 或者你在街上看到什麼食玩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我們做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影片給我按讚 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巨大花 豬肉果子食玩 就是這麼簡單 弄到這麼大的包 出來問你怕什麼 千萬不要忘記要Like 給我追蹤 成員和訂閱頻道 逢星期二十六出片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這個位置 還有按訂閱 我還可以按一下小鈴鐺 成為WIN就肯定無限的位置 最後這次是怎樣 先這樣 BYE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WOW 看著 好吃很多